新疆统一进5000件纸 每件便宜16元 新疆在8月2日和一路路公司达成协议 20多家图文店统一进纸 在一路路公司统一购置5000件 每一件纸平均比市场价便宜16元 这是图文行业一个新的尝试 感谢彩虹图文、曾云龙和新疆其他同仁 为我们图文行业所做的新的尝试 这种模式或者可以让其他图文店老板 摆脱纸张不断上涨的难题 每件便宜16元相当于价格回到了去年纸价上涨之初 正是合同样本 从去年查环保开始 纸价一路上涨 纸的涨价寒到今天已然不低于20张 现在图文价格涨不起来 纸价又不断上涨 让很多图文老板为难 我们应该怎么办 纸价不断上涨 而我们又不能涨价 我们只能默默承受 纸价上涨的成本压力 却无可奈何 我们以前一直提倡老乡们统一禁止 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好的方式 而曾云龙给我们提供的模式 却让我看到了图文行业一个大的转变 我们至少在禁止上面 可以达成一个新的妥协方案和模式 以前长沙大学生协会想过统一禁止 但是禁止的方式和付款方式 都没有能够很好的确认 而我们自己也找不到好的方法 长沙大学城图文协会有100多家 大学里面的店面本来就小 所以不能存太多的纸 虽然用量很大 但是由于不能大面积存储 一次只能进500件纸 500件纸打动不了供货商 他们只愿意比市场价便宜6元 而这个价格在罗友权他们看来 太低了 离自己心理目标差得太远 所以最后统一禁止不了了之 曾云龙以前在微信上面问过 我应该怎么样统一禁止 因为新疆地处偏远 运费和价格都太高 所以他们几十家图文店 希望能够找到便宜的材料 而统一禁止就是大家最希望看到的 当时虽然我们进行了一些设想 但是在具体实行中却没有找到好的方式 而曾云龙却找到了一个较可行的方法 虽然不敢说这个模式已经很好很完美 但是确实是一个大胆的尝试 这个尝试将会对未来图文行业和职业 有着不小的改变 曾云龙在一开始征求初步意见的时候 统计出了大概3000件纸 将这个数量交给代理商计算 最后算出来的价格确实让大家很满意 增加了2000件 这样20多家图文店统一购买5000件纸 曾云龙先统计了愿意一起禁止的家数 然后将数量交给代理商计算出最优惠的价格 按照价格先将钱统一给曾云龙 再由曾云龙支付全款给代理商 数量地址什么都统计在曾云龙这里 当有人需要纸的时候 曾云龙转告代理商 由代理商发货 每次图文店可以根据自己需求要求送纸 不过每次要求不得少于20件 剩下的部分一直存放在代理商那里 整个合同从8月2日签署 一直到11月30日结束 也就是在规定时间内图文店要拿完所有的纸 但是在此期间 纸张价格不管如何上涨都和他们无关 代理商要一直按照合同送纸 不得以任何理由涨价 这样的方式让大家有几个好处 大家减轻了纸家上涨的压力 同时也不需要大量的压纸 减少自己的空间占有 最重要的是由于统一禁纸 大家可以拿到便宜十几块钱的纸 一个人如果禁纸400件 可以节省大几千元 这个模式是目前我看过很多模式里最好的 但是还有一些缺陷 比如曾云龙就和我抱怨 每次他们拿纸都需要自己做统计和给发货信息 给他这个推广者带来了不少的压力 需要很多的精力去维持 这个或许是要改进的地方 还有就是由他统一收钱然后再转交 这个部分也容易出岔子 也需要改进一下 因为曾云龙没有得到任何的利益 却无故多承担了很多的压力和风险 长久肯定是不行的 还有一点就是一下子押款了太多的钱 这里不知道能不能优化一下 整体来说 曾云龙这个模式都值得在全国推广 这很好地解决了老乡们一直困扰的难题 虽然一些地方需要优化 我们可以慢慢商量和协商 曾云龙给我们图文行业带了创新和进步 让我们能够更加好的解决 只采购问题 感谢他的努力和实践 其他地方的朋友也可以试着在本地推广 曾云龙他们聚集了20多家就开始了 在一个城市里应该不难聚集这么多 很多人都后悔没有加入曾云龙的计划 因为在8月2号签订协议不久之后 指价又涨了每件5元 这就相当于曾云龙他们拿到了相当于比市场价便宜21元 这对那些加入计划的人来说是非常好的 很多人是否担心指价一旦下跌 那么对于曾云龙他们来说就是划不来的 其实这个早就在曾云龙的考虑之列 在合同补充条款里面 曾云龙他们就做了限制 当指价下降了5%的时候 他们后面拿的纸也要降低 图文行业需要不断的尝试和创新 来解决目前行业的困境 而这些创新和尝试 需要更多的图文人一起来推动 只有群策群力 我们才能长久生存 现在已经有106位发起人了 完成了第一个小目标 如果你也有一项 可以选择加入我们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这个事情对所有的从业者都是好处多多 希望大家不要吝啬支持 我的微信 wis198966 我的邮箱2903-298-180 欢迎加入我们 支持图文广告行业价格联盟 点赞 关注